這個立法院的法治局有沒有人在現場 法治局局長並沒有請假 高局長有口頭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說他覺得體力不合 並沒有書面請假 我認為每一個立法院八個委員會 每一個委員會在審理法律案的時候 法治局都應該要派員作為諮詢的幕僚 法治局局長為什麼我們自己的立法院的幕僚單位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輕忽我們委員會啊 開會前我們請會務人員通知到現在十點多了 一個鐘頭到現在不到 我們休息啊等法治局局長過來 法治局局長沒有來沒有辦法來的話請秘書長過來 首先呢要跟委員會致歉的就是 因為我昨天家裡有事 因為我太太啊 她長期就是中而言都是慢性發言 那雖然已經開過兩次刀了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牛龍牛湯啊 所以有時候就是家裡會有一點事情 我84年才當公務員 那我第一次的工作呢 就是在行政院的法規會工作 那行政院是依照憲法制我國最高的行政機關 我就在法規會裡面常常要協助政務委員啊 那我個人很榮幸在84年在行政院法規會 擔任到 退休之後 對不起喔我們要聽法治局的業務的報告啊 就是你的定位的我不要聽你的簡歷啦好不好 你要節省我們的時間好不好言歸正傳 謝謝主席 然後呢我那時候就有曾經就問我們局裡面的退休的前輩 說我在行政院我有看到我們法治局的業務執長 他有各款都是要寫評估報告 而且要做法治諮詢的工作 不好意思啊 我不得不再一次打斷你喔 因為你在這邊啦絮絮叨叨講的都不是我們要聽的重點 我們要聽的到底是 法治局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 那都不要來啦 你這個講的都不是你不要再講這些了 你告訴我們說法治局過去為立法院做了什麼 未來要做什麼 麻煩你在五分鐘之內結束 好謝謝主席給我機會 那後來呢他就講說法治面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的組織法就是定成立法院組織法 跟各委員會組織法 那基於法律的規定呢 我們當然就是要比較保守的方式 我認為你其實這個專案報告你沒有認真準備 我坦白說你沒有認真準備 那我很生氣 我昨天發了那麼大的脾氣之後 你為什麼原因請假 你家裡的事情我們很同情 但是那絕對不是報告的重點 我問你你什麼時候請假的 我今天才補假單 在這正式向人事署補假 但是昨天的話呢 你是請休假嘛對不對 對對對 我昨天聽到的理由跟送到我桌上的假條理由是不一樣的 立法院的職員跟幕僚單位 是不是能夠提供立法委員審查議案的專業意見 其實是關係著立法院的表現 我接下來跟你講我們要聽的是什麼 我跟你請問 法治局在您擔任局長這三年 有沒有提供的什麼意見 因為你們所提供的意見 立法院做了法律的修正 能不能舉幾個例子我聽聽看 就如同剛剛那個我們秘書長所報告 簡單回答 就是我上任 舉例而言 對 我上任之後呢 因為我們局裡面過去都做靜態的報告嘛 那所以我後來 舉例而言 你就告訴我說有或者沒有 我們實務上對於 沒有 有 請你舉例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了解 說話啊 好 謝謝委員 那我們就是針對委員提案的現行條文 因為現行條文是很重要 有時候委員的法案助理 他在 賺你這個法案的時候 他有時候現行條文會 接著你剛才的話講我叫你舉例 你就舉出實際的例子 民主黨 段委員 謝謝 國會的 專業的幕僚單位 的改革是 國會改革最重要的一環 養這樣一群人 連他們今年每一年要做哪些專案的立法研究 都沒有計畫 這些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自己去研究 自己寫報告 通通沒有規劃 這個不要等立法院立法委員來動手啊 您是立法院的秘書長 這個部分 的國會改革 對於專業幕僚 的改革要求 調整 是你立法院 包括院長 副院長 給你秘書長責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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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